大家好,这是Chinix为他带来Ramit的游戏看好视频 上期是打过了一个BOSS 现在是到达的一个全新区域 身上现在是有一个BOSS的一个插件可以换成武器 那不是插件吧?诶,这是什么? 先看一下这个动画吧 是的,你是传统的游戏 追踪她,找她 只要她能避免死亡的死亡 我就是了 一生中的游戏 一生之外来的游戏 她是你 一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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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太好 她是一生之一 和刀子 和威尖的威力 呦,这儿 它不能乘这里 她必须回到她家 只有在那裡可以做到的事情 如果她留下 如果誰能幫她 死亡死亡會我們 就像它被吸引了 其他更多 其他更多 會回到封面 確實 拿到這道路 到最最高的地方 在那裡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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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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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知她 但她需要你 有更多的問題 嗯...有更多的問題 非常好 我們是Vargil Sentinel 朋友 Sparrow 我們在這裡 我們都是 永遠 一起 在心 雖然 不少 在身體 我們走 去 寂寞 我們 曾經 我們 很多 但 我們 不拒絕 像 的 而 我們 每幾個 季 都 都 在心 不少 那 那 我 我 記得 第三個 沼泽地圖 好像還有一個 什麼 Guardian 也是 是當時 要取得 Guardian 心臟 跟這個 差不多的意思 類似世界的守護者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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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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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发现了一个手表是不是是那个人的手表 好吧 这样 嗯? 这还有个 乱轴 那会吧 就很高峰了 是这下巴的草 这下巴的草 有 Transportation 对象的发现了 这一面三度我们现在把这一层表的 提到了什么剑跟斧头不算是不算是力量的象征 等于是之前我动那些雕像的时候 说实话我是看了一下 我想知道他们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当时看我怎么觉得他们长的都一个样 可能是我观察的还不够仔细吧 可能是我观察的不够仔细 我觉得如果我能想起来的话 这期我录完回去看一下录像 当时他们拿的都是什么东西 我感觉上长得都一样似的 到时候再看看 没准并不是就是 并不是以他们的武器为依据 可能还是有些其他依据的 到时候看一看 之前是说到一半是有一个动画的 是被打断了 我们的是之前我想说的是什么 是在下一个这个存档点的地方呢 是回回家 回家呢应该是有打了两个boss吧 两个boss呢 有新的武器什么东西可以做 看一下是是什么 讨论 假如,你說話 嘿,你完成了 歡迎回來了 歡迎回來了,游觸者 哦,乘總統 拜託,我一直告訴你 Ellen現在是總統的 對不起,總統 先生 叫我 Andrew 是的,先生 我去查一下門 可惡,小子 你告訴我你找到Ward Prime 很高興聽到我的訊息還好 有久了,我曾經想到那個地方 你知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正確謝謝你 為甚麼你做了給我 我沒有意義我離開那瓶 但是我感恩 我意義我幫助我 找我自己再次 我長了這麼久 我忘了如何戰鬥 為什麼戰鬥 但看到你給我希望 這人說實話我都給他忘了 這人是誰啊 好像是最後一張地圖從牢房裡救出來那個人 把他完全是給忘記了 它是...不同的 我離開了幾十多年 有些人活了和死了整個生命 在那時候 不容易認識別人 大多人覺得我 either是一傳 或是一偶像 也許他們都正確實 但Ellen這裡做了好工作 她保持人生命 然後給他們希望 就像她媽媽她之前做過 她 Ellen 她說給我 那是一件事 我確實她 她仍然在擔任 我只想幫助我 我可以 但其他人 永遠都不看到這樣 他們 我仍然是 Ford 但是Ellen 我 是 我 有花嗎? 沒了 我們看一下去造武器裝備 這是一個肉博的一個東西嗎? alternator alternator 個cold cell 然後會發活物器 我們看一下 我的升級 最珍貴的這個東西好像一個都沒有打出來 可能還是這個真的是掉率很一樣 可能是要打一個很 比較稀有的一些類似於是BOSS之類的東西才能出 讓我看一下 哦 這個武器是自帶這個查一下的 看這個武器是一個什麼攻擊模式呢 然後還有一個 隨便裝一個 隨便裝一個 看一下效果 是一個 是一個 一個地雷 地雷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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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正名的 好 這個是 狗小還不太一樣 剛才我是按了一下攻擊鍵 我直接發出去 還是說你需要按住了 還是說我沒有沒有按好 等於是你按一下 能發出去 但是你按住的話 就可以可以瞄準 這個 效果是15個火焰傷害 現在是 每個刀子是40的傷害 並且是有400點流血 還是蠻多的 但是它是一個 20 20秒的一個道具 先給它怎麼拆下來 這樣拆下來 這個是拆不掉的 這個東西要試的話 我估計可能說 在一些 就是 可能升聖級 然後在一些 低難度一些 簡單的地方再試吧 現在的話呢 還是用我這邊 最熟悉的這兩 這兩把槍 好像 剛造出來那把火焰的衝鋒槍 它會自帶火焰Dbuff嗎 造成冰凍傷害 這個有點意思啊 這是輻射傷害 我才發現我所有Buff都沒了 我覺得重新打一遍吧 還有附近有責任 在哪兒 這實在是太難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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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呢 對吧 那 你來 我們 鱒 進去 你 還 你 你 你 看到 你 你 这真的是看不见 好像有个武器差价是一个扫描 那个东西可能会有点用 这实在是 这是怎么打到我的 然后我是怎么暴击的 这叫什么 飘移石 我弄太快了 它不是个戒指 但是你的冻伤是两倍 当然我现在有冻伤武器 我有一把 但是没有升过级 我觉得有点 有点不太好吧 看着地图好像挺大的 先把南边探索 这是人吗 这是个人 这不是个人 可以上来吗 可以打吗 组一组触手 不让 不让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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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又一个选择性区域 我觉得这边要是说 作为一个接下来要走的区域 好像就是太短了 整个地图北边好像都没有探索似的 所以看样子 看这种 他的存档点应该算是一个选择性区 应该是你传不过来的 他说只能是传出去的 等于是炸弹炸这些小老鼠 应该是没有利用的 这地形怎么看有些眼熟 我翻停下来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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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死 但是老鼠也可以爆頭 現在一槍死不了的話 一槍爆頭就爆死了 這麼死也可以 嗯? 嗯? 看一下這邊好像是一個前進道路吧 走一下這邊 都是前進道路 這隻在什麼? charcoal necklace 增加 現在火焰傷害這個東西 但是剛剛那個人怎麼一直在 還在抵抗 反正是帶護盾 護盾消失後就變得特別弱 看一下那邊那個 項鍊是 所有的火焰傷害增加15% 有點像這個護石 但是燃燒的DOT 增加50% 上海 這是蠻不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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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困难的 弹线小地图的话是可以往左走可以往右走 上去后还有什么路 没了这么看的话好像是 这边是个死胡同 有东西吗 嗯,到尽头了 先看一下是,是什么boss吧 上个boss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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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弓子在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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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那边吊人,那如果那边吊人的话,我只有可以变好 嗯,可以看到之前烧的这个痕迹 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防守地点 那边烧的话,我觉得从不太清楚这个地方会不会出人 总之我单人solo的发现这个触手真的是非常的好 在你的现在是盲点,直接是放一个可以是非常好的 能知道,假如说后面触手在攻击的话就说明后面刷出敌人了 这是一个什么新的东西 大钻戒 增加元素伤害10%,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边拿的都是两个电伤害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应该会更好 当然也不一定 这个感觉上就是有点 这是15%的一个远程伤害,应该是受影响的 我把它,我现在是多少 195 这可能还看不出来 远程伤害加了68% 应该是受影响的 这边能 260 49 这个是149 如果把这个东西摘了 换成 可以摘个东西 135 这还是有影响的 我记得是有影响的 至少是在 改版 也不是改版 就是在 游戏刚发售 这两个DLC 发售之前 我是知道是有影响的 它并不是说是分成物理跟什么元素伤害 只要是远程的话 不管是打什么伤害 都是受到的影响 看一下 这个地牢应该是打完了 可以传出去 一直往北探索是吧 什么都看不见 还有个人 这是个人吗 这是太难看了 我觉得 我这边 整个自己的画面 虽然是我画这条很高 但录完之后呢 传上来可能是 网站是会把这个画质给压缩的 我有点好奇 到时候传上来之后 这边大家会看见什么 不会都是模模糊糊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这是个 这是个 敌人是被朝着我 什么东西啊 这都是哪儿 上面人 这是个人吗 能打死 另外一个 这是懵的 是个人 好像主枪子弹不够了 换手枪打一打吧 嗯? 有意思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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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来 这边我就不打了都是一些 打完卡就是掉钱 我边还有条路没有 这么少可以走 为什么离近了反倒都是 伤害不敌 我说伤害怎么这么低 周围一直出现什么 那得随时一个光环 一个寒冰光环 一个效果 有伤害吗 能毒吗 又一个反锁的门 看不见看不见 真的是刚才真的是看不见了 我只知道 我只看着了大概知道脖子在什么位置 直接朝着脖子上面就瞄了 这游戏的跌落伤害真是很明显 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都有跌落伤害 是个箱子吗 是个箱子 是个箱子 视野太不好了 刚才那些东西我以为是被打坏的 发现了 飞鲑 便宜 可以伸出来让我打 小地图我觉得沿着最外围吧 最外围探索一圈 应该是回去道路 嗯 这回看到了 这是人吗 不是 哇 这个太远了 这些都太远了就不打了 上边又什么都没有 这是回去的路 这些都不打了 我们好像有个人当时 我的这个武器好像是有弹道的吗 还是怎么着 当然事业也是非常不好 在什么地方 那边 实在是看不清啊 还中了个那个 冰净效果 那边发现了 冒头这种敌人还是还是蛮明显的 上面有什么 他从这跳下来 我不去 但是这是一定要走的 这边探索完之后是 这边之后 估计可能是这么绕回来 怎么又是这么一个 一个小的石头 嗯 看不清啊 这个太 真的是看不清 真的是看不清 叫 叫这样可能知道 另外 嗨 嗨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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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会 人是打腿他是可以自己倒 这个是一个一定会的 然后是楼上的有人 是吗 有人在打我吗 上面有个人 老鼠的等于是他背着那个炸弹 你打的话是可以直接打爆 还算是弱 这是我 吃了增加一些抗寒 有个大家伙 大炮好吧之前好像也 这敌人有弱点吗 目前仨没有弱点 带着钢盔 这人应该是 反正打到了 怎么没有判定到他那个球上 前方是前角了 我们先上楼 这是什么 哇 这个效果太酷炫了 我已经吃抗寒了 这么搞 我有中什么debuff 可以看自己中debuff吗 屏幕上没有显示 我天哪 这就是这么设计的吗 那什么都看不见 我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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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清楚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么设计的还是一个什么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最恶心的一个体验 如果说我在被很多肉博怪包围的时候 或者说在追着屁股跑的时候 用这么一个效果 那我估计可能就直接进去了 还有 有 有 我贴死了 人在哪拿我啊 人在哪 这人都从哪儿来的?没有见到人,然后突然就有声音了 呃 后面有人吧 后面有人吧 这个黄的东西,不过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重要 不关了 楼上看一看 不关了 不关了 不会爆了吧 这等于是方滚是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摧毁了 把这个给爆了 感觉上还是非常危险 非常容易直接是滚到坑里去 而且费耐力 还有一个物理的一个攻击 应该是没有理由去翻滚 为什么呀 这哪来的 不是啊 我是掉了个子弹 趴下来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哦 有那个 对吗 他身上带了那个 我说怎么有时候 有没有感觉上没有打到头 直接显示是红色数字 身上也是绑了炸药 我打到炸药的话 应该也是显成红色数字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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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死了吗 人死了 弄弹药直接补给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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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左右我觉得应该是探索完了 直接是接着往北边 这地牢的地图还倒可以 我比较比较喜欢 他就只用一条路 这么多人啊 我刚才中个冰冻的那个原因 是我被他那个魔法效果给追上了吗 还是一个 一个什么 serpent 这个会增加那个腐蚀 当然 蛇跟毒我就感觉有点 等于是 蓄力的 肉搏攻击这个角 肯定是 肯定是 增加伤害 不应该朝那个方向滚的好呗 看一下 抗冰冻没有 就感觉刚拿到一个亲家戒指这个地图 我觉得应该已经是没有什么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在 叫你寻宝的了 这边怎么又绕回去了 绕了一圈好吧 谁在打我 谁在打我 起来 我看着鬼了 他 这边有点重力 有点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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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是主要再给你调钱 又一个看一下 这个是调了好多的钱 那多少钱了 100 之前好像大概有 150到200 是买了很多的东西 很多那种就是一小时的buff 应该是地图算是探索完了 我也就不很仔细的探索了 整个这个地区 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东西 应该是那个戒指 现在已经是获得 获得之后就 我觉得就无所谓了 直接去之前看的那个门吧 我现在想可能是 是不是会 这个boss会是当时我们打 打survival的时候 死的那个 当时也是完全 他身上还在掉暴风雪 场地的话 当时是没有 发现没有地儿跑了 直接是暴风雪砸死 看一下这次 我可能不贪输出吧 先优先确定自己一个逃路 不过倒是有一个存档点 并不会像之前那个 survival一样 你死了就死了 这边实在不行 死了可以重新 重新尝试一边 暴风雪砸死了 一个喝一下 然后 我可能喝个 打一针 看地生好像又不太一样 弱点是脚的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 我好像是地板被砸没了 怪应该是 就等于是怪应该是跑到场外好像是在朝我投掷一些东西 应该是这么一个样子吧 这个范围比我想的要远 哦 这个东西没了 没上一发子吧 等于是这种地形会被打没我刚才应该是这么死的自己玩家应该是打不坏非常有意思一个boss战 给了什么呢 这个牙 这个牙 Jekyll是一个武器的插件 只是绕圈看还没有额外的箱子没有的话就算了 这边呢 这边是出去的路 之前我记得好像是有个门是反锁了吧 这边可能是能从另一边出来 果然 嗯 有个存档点是不错 在楼上 在楼上 在楼上去吗 我就先把这个门解锁了吧 嗯 嗯 里边有个 里边有个 房间 为什么老是感觉在什么地方看到了紫色东西 嗯 嗯 嗯 好 是故事才可能是到了一个一个结局 当然还是不太清楚那边那个解谜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情况 看一下这么上去绕一圈绕上来 我觉得回去看一眼吧 独射会降低反耐力减半 之前是有一个新的武器的一个MOD 看一下究竟是是做什么用的 Cold Spear 又是有一个这边又是有一个带半径的不太明白是 带半径 看看我说是什么很奇怪的一个大腿 是武器放到大腿外面的一个应该是那个插件的一个外观 看一下这东西 好 人是变成自己投掷好吧 带弹道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这把枪它的它的攻击模式是一个带弹道的还是算是黑死干我有点不太清楚 而且我到现在也是没有不太明白这个冰冻 这个Frozen我猜可能就是敌人冻住之前我好像是把一个花什么打中之后 敌人好像是被冻住 然后我在攻击它是显示了一个红色的暴击 非常高的伤害 那个人就直接碎掉了 可能普通小兵 也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碎不碎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的伤害 在超过它的血量把它直接碎了 我才可能被冻住间你的下一击可能是伤害变高 或者是完全是类似于一个异伤的东西 你在冻的期间是整个伤害就会一直很高 我们到时候再做实验这个东西还是按照现在这么一个build 来 一个闪电的元素伤害 这样我们看一下这期时间是差不多 正好结一下 之后呢应该是还有更多东西没有探索 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下次再说 谢谢你深厉害的喜欢 谢谢大家